李敖有话说 在美国有一个字叫做战后婴儿潮 什么叫做战后婴儿潮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样子大量生产出来的这些小孩 叫做战后婴儿潮 换句话说 这些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换句话说 就生在1945年以后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些人了 像我们这种 生在1945年以前的人 在外面还这样子招摇的比较少了 大部分都是战后婴儿潮 所以美国他们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当你的小孩子问你 问爸爸妈妈说谁是希特勒的时候 这就证明你老了 当你小孩子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证明 这完全变成了历史上的这种区隔 证明了他们年轻 不晓得希特勒是谁 而你或者爸爸或者妈妈老了 这就是德国当年的领袖 希特勒 就是这 希特勒 希特勒 他是学运势出身的 非常的会表情 希特勒 希特勒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民主的恐怖 我跟大家说 当时 希特勒 这德国人 是这么样的拥护他 他当了德国的统治者 完全符合 民主的程序 一点都没有搞鬼 一点都没有舞弊 完全就规规矩矩 按照民主国家的 民主的程序 当上了德国的统治者 后来给德国 闯了这种亡国的大祸 这就告诉我们 什么是民主 希特勒 就是民主的产品 可是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 如果是暴君民主 是一个人闯祸 暴民的民主 就是一堆人闯祸 独裁者 一个人 民主 是一个人闯祸 群众选出独裁者来 是集体的闯祸 所以当 希特勒他们 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有一个犹太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逃到了美国 在六百万犹太人 被德国人杀掉以后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爱因斯坦发表文章 谴责希特勒 可是也谴责了整个的德国人 说希特勒 能做这么多的 恐怖的事情 杀掉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这难道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 你们当年 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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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他的人 这些对希特勒这样子 效忠的人 呐喊的人 你们没有责任吗 所以你们 每一个德国的成年人 你们都有责任的 这就是民主的一个问题 民主最后呢 责任要共同分担了 不单是独裁者 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 大家都逃不掉了 你说当希特勒 坐在汽车里面的时候 这么多人拥护他的时候 手杖举起来的时候 你们能够说 最后事情做糟了 全怪希特勒一个人吗 所以这时候他知道 哦 原来这些就是民主的产品 我为什么举希特勒的故事 告诉大家 这就是典型的民主的产品 请注意哦 我不是反对民主 我赞成民主 可是我提醒大家 完全符合民主的程序 会出现 希特勒不是不会出现 也是出现的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台湾这边 那个混蛋所谓总统 陈水扁 搞得不像话 大家决定罢免他 请大家看 立法院的记录 台湾要罢免总统 要先经过立法院 然后 才整个的全民 有投票权的人 来复决 所以立法院不通过 就通不过 立法院要多少人通过呢 立法院的人 二分之一还不行 要三分之二 请大家看 这就是立法院的一个议事录 时间 是今年6月27号 请看 出席的委员 大家都去 这里面当然有我 根据签名的先后 都在出席 然后投票的时候 请大家看 出席投票委员 133 同意罢免案 119 不同意罢免案 零票 无效票数 14票 就另外一个团体 叫台联 他们来了 可是 不投票 都 投7全票 这里面呢 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119票 同意罢免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 立法委员的一半 请注意哦 立法委员不是民意代表吗 我们都是一票一票 选出来的 有一半的民意 代表一半的民意的人 他们投票 说是要罢免陈水扁 不能过关啊 为什么 宪法里面规定 要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是一半 三分之二 你们人数不够 那那些人哪去了 那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被管制住了 谁都不许进来投票 这是我李奥所挖苦的 所谓奚落的 这是什么民主啊 像赶鸭子一样 像蓝鸭子一样 凡是民进党党员 不能进场投票 被管住了 骗局 可是这里面最严重的一点 是说 这些人是民意代表 他们代表了多数的民意 超过了二分之一 都不能够罢免总统 可见这个民主是假的 为什么不同意罢免票 罢免案的是零票呢 你们如果是民进党的议员进来 虽然没有一百一十九票 至少也有一百多票进来 你们怎么说 没有人不同意罢免呢 或者说全同意罢免 可是你们这些人是零票 为什么不敢进来投票 这个记录 我跟大家说 是人类有史以来 如果这还是个国会的话 最丢人现眼的一次记录 放在这里 证明什么 证明有一半的民意代表 超过一半的人 都不能罢免这个总统 你说这个民主是不是假的 他在程序上面呢 就超过三分之二 才能够再给人民 投一次票 就复决票 现在呢 我不给你人民来复决 我们本身就把你拦住了 人民选出来的议会 就把这个拦住了 你这什么代表民意啊 你是强奸民意嘛 就是强奸民意 台湾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样板 民主的典范 我们对中国大陆说起来 我们民主怎么怎么了不起 我一再跟大家说 台湾的民主是假的 这就是个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给大家看 有了一半的民意代表 要求罢免总统 以后 不许你给人民再复决 这个机会 都不给人民 这不是假民主吗 就典型的假民主 所以呢 我在跟大家说 我曾经过 讲了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 人的善 使民主成为可能 人的恶 使民主成为必要 人的又善又恶 使民主成为 又欢呼又诡教 这就是台湾的 所谓民主的 一个怪陷将 我给大家 也展示过这张简报 就是 朱镕基 总理曾经说 台湾的民主选举 是个笑话 我保证 这种笑话 有最新的版本 给大家看 今天就拿出来 六月间 这个所谓 罢免总统案的 这个假民主 给大家看 另外一个资料 我给大家看 听大家看 2005年 就去年 1月13号 台湾的报纸等等 立法委员选举 8,621个人 社会 看到没有 最高 检察署 统计 会选案 多达 6,282件 比上届 立法委员选举 多出一倍 我们这个立法院 选出来 225位立法委员 可是这里面呢 有 8,621个人 拿着钱 这里面 用钱来买票 涉嫌受贵 查出来的 查不出来的还有啊 你说 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假的 这就是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 这个例子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韩国的总统 全斗换下台以后 他被 职员人员 把他抓起来 在汽车里面 给他照张照片 这就是 全斗换 旁边的压解他的 全斗换 这是 韩国的前总统 全斗换 他的寄人者 卢玉泰 这是在十年以前 1996年的照片 请大家注意啊 这是韩国的法庭 韩国的法庭 有他特色 囚犯 穿上这种 白的帆布的衣服 然后呢 会用绳子 捆住 下面用绳子捆住 这都 两个前任的总统 都站在 法庭 被审判 为了他们 贪污 结果 全斗换 被判死刑 卢玉泰 判 无期徒刑 判了17年 最后 改判 他判了 无期 减轻了 最后 在金大中 总统的时候 把他们两个人 撤射了 为什么 太难看了 两个前任总统 都是贪污犯 可是这个画面 给我们一个反省 就是 这个高丽棒子 这个韩国人 他们 这个统治者 这么 即使这么糟糕 可是 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 还是有一部分的 法律的现象 是清明的 韩国 在韩国 做总统 没有一个 好下场的 大家相互相互相互 好像是个 curse 好像是个诅咒一样 每个又 没有好下场 看到没有 他 坐牢 他的 他的前任 被 情报头子打死 他 坐牢 然后 下面总统 儿子 关起来 再下面总统 儿子关起来 就是他们这个 一出 一个总统 弊案就发生了 有权必要 有出事 可是 韩国究竟有这么一个画面 给我们留下来 告诉我们 他们即使 政治上面 也有 也有狗屁倒灶的地方 可是 他的司法 会闪一下 告诉大家 我们居然敢 敢摆前面的两任总统 抓起来 关起来 判死刑 判无期 判17年 韩国有这个记录 证明什么 证明这是民主成为可能 为什么可能呢 因为民主 一定要有法治跟在后面 没有法律 这个民主 绝对是假的 台湾的法律 是假的 所以台湾的民主 就是假的 大家再看这个画面 日本的前首相 田中角龙 当年 他跟中国建立邦交的时候 到了北京 就见到毛主席 见到周董 里的 田中角龙 他的出身 跟一般的日本首相 不一样 一般的日本首相 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没有 他是 开始这个 买那个牛的 牛死了 牛 买投资 养牛的 牛死了 他生意做款了 这样后来慢慢 就混起来的 这么一个 非常江湖的 这个人 最后 由于美国 打击他 打击他什么呢 他不听话 应该日本人 给美国人做狗 可是他不太听话 美国总统尼克松 就开始整他 就是 透露出来 洛克希德 这个航空公司 贿赂他 扯来这么一个案子 所以日本人整他 日本正比整他 说他违反外汇法 怎么样 他首相刚辞职 就把他 放在汽车里面 把他请到 地方法院检察署 这就是田中 进去干嘛 关起来 关了二十多天 才保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民主成为可能 原因 是 不是说 没有狗屁倒到的事情 而是说 这个法律 会灵光一闪 出现 这个法律 忽然把前面的 两任总统关起来 这个法律 忽然把前面的 首相 国务总理 关起来 这个法律 信得过的 不是吗 这就是 我跟大家说的 民主成为可能 是因为 法律 还站得住 法律站得住 这就是 一个例子 我许 韩国做例子 取日本做例子 就告诉大家 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要法律跟着走 很可惜 很可惜 台湾的法律 被毁掉了 被谁毁掉了 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说 被国民党毁掉了 在日本人 统治台湾的时候 当然是 恐怖的统治 可是日本人 有个规则 他很守法律 这个法律 尽管是坏的法律 可是他也遵守 好不说 政治犯 抓起来了 二十四小时 不关起来 就要把你放你 他就准时放你 放了你以后 他也不放心 怎么办呢 再找个决定 再把你抓起来 可是他绝不是说 二十四小时不放你 然后就把你 前案跟后案 联系在一起 他不这样做 把你放出去 再把你抓回来 请大家不要忽略 这种形式上的 这种不同 这个形式上 就表示说 尊重法律 可是这个法律 到了台湾 被蒋介石 这些坏的外省人 给毁掉了 台湾的司法 整个被摧毁了 我在节目里面 给大家展示过 那个文件 就是蒋介石 要整 自由中国社的雷震 发生了雷案的时候 开秘密会议 跟他一起开会的人 有庄党部的秘书长 有治安机关的头子 就是警备总司令 还有什么 最恐怖的 还有司法院的院长 就是掌管司法界的 这个头子 也跟蒋介石 一起开这种 非法的会议 证明什么 证明法律给毁掉了 司法给毁掉了 因为蒋介石 毁掉了司法 所以今天 民进党政府当家以后 继续毁掉这个司法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 台湾的这些案子 司法 不灵光了 可是 我们看韩国 还没有毁掉 像台湾 李登户一下台 我李奥就告他 我跟大家说过 为什么他在台上 我不告他呢 因为台湾的 宪法 所谓宪法 保护 现任的总统 现任的总统 只要你不犯 内乱罪和外患罪 这两个罪你不犯 其他犯任何罪 不能够追究 他在任上的时候 不能追究 后来他强调了女人 他不犯 你不能追究他 他贪污 他舞弊 你都不能 他杀人 你都不能追究他 可是下台以后 你可以追究他 所以李登辉 下台的第二天 我到法院就告他 是不是 告他 可是今天什么结果 没有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 因为司法坏掉了 司法把这案子 吃掉了 不见了 不起诉 他不追究 问题就没有了 这告诉大家 司法被毁掉了 可是要有起码的民主 司法不能毁掉 很多人用别的方法 来摧毁这个民主 有过 差不多过去 袁世凯当中华民国 大总统的时候 要选他 那个时候 总统不是直接选举 是由议会 国会里面来选 怎么样 袁世凯怎么样方法呢 那时候国会里面 就国民党的议员比例太高 袁世凯是什么方法呢 头一天 第二天投票了 头一天 派警察去拜访 这个议员 说你那个当选证书 要给我们 我们去重新登记一下 就借走了 当选证书 那个证 就议员有证 这是证 结果 议员 第二天 休息的时候 没有带证 警察 不许进去 就不能进来投票 袁世凯干的这种 偷天欢日的笑话 还有一种呢 就是 派流氓 代表民意 包围这个国会 你们不选出来 我们就不走 威胁 议员 还有 还有一个 最大的笑话 那时候呢 给你照相的时候 美光灯啊 不像现在我们这么 闪一下 当时呢 像喷起来的 像一团烟雾一样 喷出来 然后闪光 照相 当时照相的时候 就喷 喷出来 有的一员以为 原来是凯啊 要杀他们 或者行刺 因为他不了解 什么是美光灯 就藏在桌子底下 说我喜欢袁世凯 表示他愿意接受 这个现状 还有这种笑话 所以 那个老式的 那种违反民主的方法 是老式的 古典式的 可是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摧毁民主政治的方法 刚才我举例给大家看 花样多了 他不许他的议员 进来开会 这是一种 他摧毁这个是法律 司法不能为 维持公正 是个一种方法 诸如此类 所以比较起来 台湾民主是假的 在司法上面 甚至赶不上韩国 甚至赶不上日本 那种灵光一闪 对下台的总统 下台的国务总理 下台的内阁 头子 都不敢动手 就明了台湾的民主 非常假戏 所以我再说一遍 细节的娱乐也好 台湾也罢 可以挖苦中国大陆 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比你好 可是那里面 在用民主两个字 来自夸 来向别人 骄傲的时候 大家不要相信他 为的是台湾民主 是假的 他们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